蝎子 空流落寞凄凉 01 02 网报虽已远去 但围绕肖战的各种侵害 却一直都没有断绝 肖战的告黑打黑之旅 也从未止步 近期关于肖战的利益侵害案 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令人感觉痛快淋漓 据某知名官媒报道 两家非法使用肖战肖像和姓名 进行宣传推广 对肖战及其代言品牌拍摄的图片 进行恶意辟图的公司 被法院判决 分别赔偿肖战5.8万 4万合计9.8万元 真是大快人心 这种违法行为 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一定要坚决制止 绝不姑息 一方面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 另一方面 保护艺人的权益不受侵犯 杜绝此类事情群体效仿 造成混乱 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03 另外一个就是肖战经纪人于婉琴告黑胜利 这位知欠人长期以来 在不认识于婉琴的情况下 进行恶意编排 诽谤 造成恶劣影响 此人还对工作室指手画脚各种唱衰 只想说 在网络上粉丝这张题很好批 但所作所为 却藏不住其真实用意 罔顾法律底线 更是必遭惩治 当初叫嚷的有多猖狂 如今道歉就有多丢脸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闭 04 05 写文不义 又长限流 点击关注 让我们彼此不会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